今天我终于带着我的西装合集来了 之前大家催了我吃了很多次的塑料 一直都没有时间拍 今天终于有时间来拍给大家啦 那今天呢就是我的西装合集滴蛋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春夏天我特别喜欢的西装吧 不要忘记给我转发评论点赞咯 第一件呢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韩国火他们家的一件白色的西装 这个真的是我这段时间穿过最多的一件西装 我其实浅色的西装蛮少的 它这件就是特别有春夏天的那种氛围感 你下面不管是搭浅色的裤子或者格子裤 或者深色的裤子都还蛮适合 而且它这个白色不是属于亮白的那种 是那种比较米白一点的 我觉得还蛮不挑肤色的 反正它真的就是我最近穿的特别多的一件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不管搭什么都搭得上 第二件呢是我很喜欢的3cut他们家的一件 是一个比较短款一点的韩系的西装 它这个是有配套的一个裤子 我觉得西装其实还蛮推荐大家成套买 就算是不太容易出错的选择 就你搭着整体就会比较有氛围感一点 像我一样比较矮一点的妹子 其实这种短款会比长款更加适合你一点 而且我觉得西装裤真的就要这个长度 我觉得算是比较合适一点的 因为再短一点就会显得没有那么高级 再长一点就会有点压身高 下一件呢是ZARA的一个西装 它是这种比较阔形一点的 它这个袖子还蛮特别的 它是有一点像那种灯笼袖的那种 这一件就是我觉得特别百搭的一款 就是我之前搭它是喜欢在里面搭那种吊带裙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会比较港风一点吧 就这件真的也是不怎么挑人的 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大 我觉得大家买ZARA他们家的话 就要考虑一下他们家的马术的问题 下一件呢就是我去年特别喜欢的 OIOI的这一件 我特别喜欢这一件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感蛮好的 一个是它这个标志很简单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扣过来的 这样一个设计嘛 然后又有这种白边 就会显得还蛮有设计感的 然后它这个质量也很好 也蛮厚实的 你穿一下天穿就还蛮合适的 而且它下面搭一个同色系的白折裙的话 就会显得特别的学院风 下一件呢是我在韩国的Market A买的一件短款的蓝色的西装 这一件我真的之前也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好看的蓝色的西装还是蛮少的 它这个蓝色就是比较灰蓝灰蓝那种 我觉得也是不太挑人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这个呢你可以搭配深色系的黑色系的 要么就是像我以前那样整体都是蓝色 这个色系的话也会特别的好看 所以我之前穿这件的频率也还蛮高的 下一件呢就是真的是我出现频率最高最高的一件西装 就是这件黑色的西装啦 我觉得大家应该经常看到我穿它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买一件 不管是版型啊还是质量什么都很合适的一件黑色的西装 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穿西装的话 黑色西装绝对是你穿的最多的西装 你可以搭黑色的半裙就会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 然后你可以搭一个黑色的阔腿裤啊同色系的那种 然后加一点点配饰像我之前那样加一个墨镜 或者你加一点银色的那种配饰都会很好看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的西装合集第一弹啦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单品的合集系列 还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哦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给我转发评论点赞啊 要多多支持我的视频好哦 那就是今天的视频了拜拜 拜拜